大将生来胆气豪 腰横秋水燕灵刀 风吹驼骨山河洞 电闪惊奇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 雪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照归来日 朕与将军 解战袍 解战袍 好 来一个 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够吃的吗 不够 那你们不吃饭去啊 谢谢爸 谢谢这些位 父女 这么鼓励我 我跟你说也就是我 换一个说书就死你们手里边了 就你们这通大下场啊 跟前期日在上海唱戏似的 你们有趣的是吧 听到那些个熟悉的掌声和笑声 心说这帮人追到这里来了 这是我最爱干的三件事 说书 唱戏 说相儿 也搭着我实在是废物 别的都不会 就这三件手艺挺好 很开心 祖师爷赏饭 祖师爷也是 有时赏着饭的是搜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同行就 吃什么味的都有 我得念祖师爷的恩典 对我不薄 干点别的我是真不灵 你要说让我上哪个公司 当个董事长 我得愁死 早上起来开会 我看着我就恨得好 我那个朋友圈经常有那个 那些位厉害的人物 早晨八点半坐着开会 摆名牌写上张三 还来一个白瓷缸子哥呢 拍下来 发朋友圈 我老以为他们是摆拍 在家自己设计的 挺好 一个人一个活法 人家可能也瞧不起 说书说相唱戏有什么出息 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挺好 就跟当年唱戏似的 九十年代末唱这几年戏 京剧平剧何一帮子 唱完戏之后就觉得人生够了 也就是那样 刚才演艺强盗 一会儿演艺皇上 明儿又演艺什么什么 就那些年 人情冷暖 世态炎凉 活在了不同人的生活里面 挺好 有人说说你那都是假的 我心说 嗨 你那是真的 人一辈子也就是这几十年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乐呵乐呵得了 挺好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一会儿 我跟你们聊不通一会儿去 聊会儿 聊会儿什么呀 吃的 来 下面 这几个吃货还没走呢 打上一期 就是他们坐在这儿 留着哈喇子 吃的 你们是不是上打饭来 尽错棚了 爱吃什么呀 炸酱面 炸酱面 哎呀 你这个血糖下不去了 炸酱面 那是打在我手背上了 有机会咱们在棚里边 吃上锅 咱们炸一回酱 好 这边也跟着学会起哄了 行 下回咱们炸酱 打篮 衬面 是吧 炸酱 我这你说炸酱这 你再把狗叫来 炸酱分几种 肉丁的 肉馅的 肉块的 还有拿豆腐丁炸的 还有小虾面的 素炸酱 搁茄子丁的 还有鸡蛋的 啊 要不你出去吧 他这个鸭鸡嘴的声音呢 已经干扰到我了 你还爱吃什么呀 再来一碗 还热了 我不能听你们的了啊 心里听你们的就没完没了了 但是 一般来说过去 曲衣介和戏班 爱吃面 一是省事 吃面什么都能办 你炒菜面也行 哪怕炒一土豆丝 炒一什么 最后倒在面上 来碗白皮也能吃 单独弄串也行 汤面也行 怎么都省事 而且过去你说说相声也好 唱戏也好 到哪去 他得喝点酒 解乏 完事呢 吃点面条顺溜 他吓起来痛快 所以说还行 等哪天啊 我们单独聊一聊 吃饭的问题 行了 你们回去等饭去吧 开书吧 得干点正事啊 不干点正事 不像话呀 人家制作单位给钱了 我老坐这 当厨子不像话 开书了 今天给大伙 最近我不知道你们 注意没注意啊 我竟说点这个短小惊悍 喜剧类型的东西 是吧 因为前段时间竟说那个 闹妖就闹鬼了了 现场把你们吓得一愣一愣 我心里不落人 因为是我吓了你们 说点家不长 理不短的也好 而且 最近不想说太长的 因为说太长的话 牵扯你们的精力 耽误你们吃炸酱面 今天这个节目啊 这个通松易动 你去那个名特别好 这个故事的回幕叫 养老爷娶媳妇 好 最近就是这个 皇上二大爷 养老爷娶媳妇 周胖子画画 竟是这个 当然有的没说完 比如周胖子画画 没说完 还有前期的那个 薄一二大破奇案 也没说完 有的时候就是 也不怨你们 今儿比如连着两天 录六个 录完第五个之后 最后第六个 有点累了 就坐这儿 先说一个吧 说完之后呢 说一半 下次再录呢 可能得隔个一个月 一个半月 来了之后 我把那茬挖了 所以说就看心情 我想起来什么 给你说什么 你们别着急 以后有机会 这些坑慢慢的 你们就忘了 明朝嘉靖年间 故事发生在 湖北荆州 有去过的没有 有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没去过啊 太好了 明朝嘉靖年间 在湖北荆州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还没去过 地儿不重要 你说山西太原也行 你说河北保定 也可以 因为他没有 特别明显的地域标志 不是说这个故事 必须发生在这儿 不是的 但我们这个设计的 是湖北荆州 嘉靖年间 嘉靖皇上 我不知道哪位了解 很有意思的一个皇上 好几十年 不见文物群臣 很忙 忙着这个 信道教 在后边 念经啊 祈求长生不老 他一定是这样 什么都是他的 天下也是他的 金银财宝都是他的 他就觉得 我得多活 为什么秦始皇 当年派徐福 出去找长生药 都是如此 你看这种 躺在破庙里 长一身的窗 眼珠子都掉到外边来了 好几天没吃热饭了 你让他活一百四十岁 那就是受罪 当时死 这叫享福 皇上的希望长生不老 嘉靖皇帝 那么今天咱们不是讲 嘉靖年间的宫廷斗争 我们只是讲 发生在嘉靖年间 湖北荆州的一个事情 湖北荆州这儿呢 住着这么一个有钱的人家 太有钱了 可以说 荆州有一半的钱 是他们家的 咱们现在管这种人叫首富 什么叫首富 走着哪儿都能教育首富 竞胜买房子了 这人姓杨 家里姓杨 名很好听 叫杨大美 你听这名 大美啊 那就不是一般的美啊 那么长什么样的 哎呀 着实地对不起 他这名字 这个个头呢 大概是在 一米五六 一米五七 为什么呢 他这俩腿啊 不一边长 这儿就高点 这儿就低点 一米五六 一米五七 稍微插着一块 个不行 这个脸呢 咱不知人家怎么设计 咱们家 这脸特别像一块白鼠 白鼠呢 有的是叫红鼠 有的是叫山芋 也叫地瓜 都吃过 烤白鼠 烤红鼠 脸像那个东西 它是紫皮的那种红鼠 紫皮红鼠 搁在锅里边蒸 都蒸透了 蒸了都出了糖汁了 哎 你拿手一拿 烫 你就撒手了 啪 就掉地上 原来的形状呢 就不存在了 就摔歪了 这时候来了一个人 穿着钉子鞋 踩在上头 这钉子鞋刚过去 又来一只狗 啪啪啪 为什么猜 那个脸就比这个样的 寒碜十倍 啊 凸眉毛 眉毛是凸的 小眼睛 小眼睛 低楼人 啊 有一个眼睛呢 黑眼珠大 几乎看不见白眼珠 啊 这鼻子刺呢 往上掀着 这边的鼻子刺呢 还有个豁了口 啊 上嘴唇呢 很薄 下嘴唇又特别的厚 一嘴的碎芝麻粒的牙 牙根是黑的 牙尖是尖的 啊 就这胡子茬啊 哎 这么连着上下啊 鼻子是啪啪着 啊 这一脑子头发 嘻巴啷啷 黄巴唧唧 也不知怎么设计的 这家大人 而且这个身上有味 他不管是 嘎指波呀 大腿椰子 还是腿底下 到脚上 不同的味道 酸不酸 腥不腥 骚不骚 臭不臭 啊 这么一个主 而且最重要一点呢 不爱洗澡 长成这样 又臭 他还不爱洗 你要一问他 你怎么不洗澡呢 我有洁癖 洁癖怎么不洗澡呢 我嫌那个水脏 就这么一个主 啊 穿得很将就 穿得将就 从头上 到脚下 正经 上苏航 去买的上等的丝绸啊 而且回来之后 绣花 讲就是满绣 啊 人家那个金线 是正经的 纯黄金打的 你看唱戏台上 穿这个蟒胞龙胞 哎 你看金光灿烂的啊 他有的是塑料金 有的是用日本金 就现在 过去真正讲着的 是用黄金 哎 拿一两黄金 把它砸成金箔 砸完金箔之后 裁成了条 大概能裁二百多条 这二百多条 里边在裹上好丝线 拿手把它碾了 手碾金了 是真金的 然后拿这种真金线 在这个衣服上绣花 太有钱了 从上到下 就他这一件衣服啊 我们说有一个 名词吧 他穿这件衣服 比如说穿件鞋子 鞋子呢 在戏台上就 也叫道袍 因为样子跟老道 穿的袍子是一样的 大脸 这面下来 这半片弄过来 其实跟大褂这个形式差不多 但是有改进 这是技扣 这是技扣 阔袖 这个 领子是宽的 你看戏台领子宽的 这叫靴子 还穿这么一个 这得袖满了 拔仙过海啊 什么西游记啊 四季的花草啊 炸酱面啊 这绣这东西 他自己讲话 这叫百花不落地 什么意思 就是布的本身不能看见色 得拿绣火把它填满了 整个这衣服全这样 连裤子 再斜面 再袜子 都得是绣花的 他这一身衣裳 够一个穷人呐 吃一年饭 太有钱了 就是一样 长得太寒碜 寒碜 他也得娶媳妇啊 娶了一个媳妇 娘家呢 姓孙 在地方上来说 也挺有钱 虽说不如他们家 但是够桥子了 那会儿讲究 门当户对嘛 只有这样 两家到一块才合适 对方家里边也是觉得 娘家可以 就把规律抬过来了 拜天地入洞房 那会儿来说 没有说提前先看看 没有 而且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人家这姑娘就觉得 行吧 再次也是个一般人吧 东方花竹 新媳妇往这一坐 盖着盖头 踏踏外边 喝了个醉了咣当的 进来了 新媳妇坐在这盖着盖头 透过盖头 这缝的桥那 新媳妇怎么还跳着舞进来呢 这是娶媳妇太高兴了 说话倒跟前了 站在这儿 媳妇 咱们今儿就是 小两口了 新媳妇一提鼻子 谁说这是什么味 这个屋里是有马桶 没拿出去 酸的 酸的还 搜 出是怎么回事呢 也不好意思 新媳妇吗 孙氏夫人跟这儿 看这儿 我瞧瞧吧 灯下看美人 越看越精神 扇子插着脖子后 一掀这个 妹 新媳妇好悬这口血呀 就吐了她脸上 哎呀我的天呐 嗷嗷一声就窜起来了 人家是大家闺秀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走道的时候 那个耳钳子都没打过塞呀 就那么讲究一个媳妇 在屋里边蹦开了 咔咔咔咔 救命啊 妖孽呀 有妖精啊 她后不就追 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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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在屋里打起来了 这丫鬟婆子们都进来 帮着拦着 哎哟 少奶奶 这咱们家大爷 你们家大爷 溜溜的闹了一下 这洞房也没入城 怎么呢 人家说了 要不然我就死了 啊 要不然你们送我回去 不您这不像花 给您抬回去 您家里也不好看呢 洞房花烛 媳妇媳妇拿回来 是退货了 是怎么着 是吧 丫鬟婆子就劝 不管怎么说 您到这 您就 您先住下来 好不好 咱买卖不成人意在 谁给您家做买卖了 啊 这玩意劝 老人们劝 给娘家送信吧 人家娘家爹来了 啊 来了 老头 挺难受的 啊 这个老眼混花 啊 我这个眼神啊 早该看去了 那我没想到 是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之前竟是 家里有一侄子 在这里边说了一些事 啊 老头一人身体不太好 觉得是应该没问题 哪想到这样 因为来之前 自己那侄子说了 说这个男方还行 就是反正一般人呗 啊 老头觉得 那家缠这么些钱 地方首富 一般人一般人吧 啊 其实个老头一瞧 这可不是一般人呐 这 这是定制的呀 这是 啊 抱着闺女 老头哭了都不行了呀 儿儿啊 爸爸对不起你呀 啊 我也没想到 这个怎么这样呢 姑娘说 爸爸您看看这个啊 这有俩也行 有俩咱们门口一边摆一个 咱们就当狮子用 咱们镇宅室啊 这一个啊 他这 哎呀 岳父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污儿太大 商量来商量去 两家坐了一块 所以说这样吧 如果说台湖去呢 两家都不好看 啊 人家媳妇这比如说 我们 也也趁点忙 家趁人值了 在这当地 媳妇当天送回来 我们不像话 但是我规论又不愿意跟你同床共人 啊 咱们商量一个折中的方法 这个新媳妇呢 平时信佛 平时在娘家的时候 自己就没事 念个经啊 念个佛什么 参禅打坐 说我认头了 啊 我也别回家了 我就在这 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 也不在乎这 我呢 跟你就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是咱俩这辈子也别在一起 我呢 随身带着观音像 收拾出一间房子来 给我改成佛堂 我就在这 戴法修行 如果你们要是同意的话 咱们就这凑合着 好不好 如果你们不愿意 我也不回家 我就死在你们这 聊了聊去 这也没办法呢 你得先让人先住下来啊 那就答应了 单独收拾一间房子 啊 这个孙氏夫人就住在这 每天踏踏实实的念经 陈魂三叩首 早晚一炉香 自己就觉着 我这命就这样了 清灯古福 聊此一生 隔三差五呢 反正也见个面 啊 这个杨的爷也来了啊 反正你说个十句话呢 这大奶奶就点着头 啊 行了 去洗澡去吧 去吧 味儿太大 就出来了 回来自个儿也别 我趁这么些钱啊 我想娶个媳妇都不宠 门口那说相呢 还趁拔个娘们呢 啊 我招谁惹谁了这是啊 这个有钱 这就不叫事 跟家里管家说 找去 给我找去 只要好看 只要愿意跟我 你就让人家提条件 多说什么叫花红彩礼 大爷不在乎 钱算什么 找去 好嘞 管着就撒出人去 这些个媒婆啊 都问了 有几个媒婆 听完之后就乐 这得了 你别别难为我们了 啊 我跟您这么说吧 给猴找媳妇都好找 给他找实在是不好找啊 啊 多给钱 比如说一百个媒婆吧 咱得有几个摊财的 喝出去了 外边得找去 哎 真找着了 啊 有一家 这家呢 日子过得不太好 啊 确实是缺钱 而且呢 这家这姑娘呢 她哥哥耍钱 还欠了一屁股 两肋账 账主子一天到晚 堵着门骂街 这怎么办呢 最后商来商来去 全家坐在一块开会 姑娘说 我也是没办法 一个是救咱们家 一个是救我哥哥 我嫁吧 你别看他哥哥耍钱 哥哥说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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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你不上街 你不知道 真的啊 你去了 你得恨死我 这个还不如我耍钱 让人打死呢 真的 人家打死我也比他吓死那枪 那 我我我 我不同意啊 姑娘说 那有什么不同意的呀 不要紧的 你放心吧 哎 人瞅点就瞅点吧 妹子 不是瞅点 真的 这个 咱家不适合这样 你说 真的 你我你我求求你了啊 哥哥我不能 不行啊 这说着外边砸门 要仗子来了 老头老太子也害怕 到最后万般无奈 说了得了 嗯 答应了 嫁过去吧 就把这个 二房奶奶 娶过来了 二房奶奶呢 姓何 何氏夫人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啊 走之前 跟自个儿亲妈聊天 娘啊 您说人丑丑的什么样算丑 老太子说那 脸可能黑一点 啊 没有双眼皮 啊 然后没有这么大高个 也就那样了呗 是吧 姑娘想了想 还行啦 不重要啊 这不叫事啊 得了 我嫁了 都收拾好了 过彩礼 也是真没少花钱 那杨家往这 花钱 到最后 定一好日子 八台大叫 把这个 二奶奶 抬过来 家里边 玄灯结彩 亲朋好友上这来 吃饭喝酒 热闹闹的 这都完事之后 入洞房 啊 何氏夫人坐在这洞房那 盖着盖头 就这心呢 叮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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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心里不知敲息和大鼓 就听着打外边啊 脚步声音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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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了 站在门口 一条屋里边 正对着 他站在门口 正对着 这新媳妇这样坐着 带着盖头 红猪高条 一边站一丫鬟 大爷站在门口那看着 看看俩丫鬟 那意思 我能进吗 俩丫鬟 站在门口这位就过去了 来吧 他这进来了 俩丫鬟 往外走 出来上门口这的 他过来了 聊这盖头 得参观参观的 心里做好准备 为什么呢 上一个一掀盖头 蹦蹦蹦满目蹦 这手掀盖头 这手摁着新媳妇的肩膀 那意思 你要蹦我好摁你 好开玩笑 这好 没动 又死过去了 就瞧这一眼 这心血就上来了 坐着就不动了 一松手 咣当躺下了 快来啊 吓死了 丫鬟婆子呼啦超就进来了 哎呦 二奶奶 二奶奶 揪起来 垂着前胸 摸着后背 老半天的 哎呦 谁救的我 有一婆子 二奶奶 我救的您 啪 大耳贴子 我用你 你就应该叫我死 刚才我瞧的是一什么妖精啊 给您道歧 咱们家大爷 你家在那儿了 左上一瞧 他站那儿站着 哎呦 你们谁行行好 拿个刀囊死我吧 我可不嫁呀 我活不了 我没想到 怎么会这样呢 但是呢 羊子也很坦然 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看 你是 你是没看惯 等过两年就行了 过两年 你就 我就展开了 姑娘这气 过两年 不是你展开 那是我想开了 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得令 得令 出去了 这屋里边 一帮丫鬟婆子 劝呗 二奶奶 您不能这样 寻一夫 找一主 好好的过日子 而且这以后 慢慢的上了碎水 人就顺眼了 是不是啊 您哪忍耐了吧 大喜的日子 你们少来这套 你们怎么不嫁呢 是啊 我们胆小 我胆也不大呀 是不是啊 就整闹了一宿 啊 羊子也倒是也想开了啊 头一天 一般来说不会成功啊 明天 明天我好好的 我劝劝他吧 好好劝劝他吧 啊 转过天来 啊 自己在外边睡着 这一宿 转天 家伙婆子给送饭 劝 您得先吃饭 事成不成咱们再说 不吃饭哪成啊 这伺候着 吃饭 饭吃完了 哎 他打外边进来了 啊 媳妇 你别瞎喊啊 你不要 不要给我起外号啊 你看你这 这闹着玩 你就跟我啊 那个 我 我很爱你啊 我觉得咱俩很般配啊 你恶心谁呢 不是 好 你是比我 看着好看一点啊 我愿意好好疼你 咱们已经拜天地了 入了洞房了啊 虽然没有夫妻之实 但是呢 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媳妇了啊 既来之 则安之 以后咱们好好的 过日子 你看好不好 你别跟我说这个 没用 我不请你出去 我就刚吃完饭 都要吐了 快走走走 出去了 啊 赶等晚饭的时候 又进来了 这回方法不一样了 拧着眉瞪着眼 我娶着你 你必须跟我过日子 要不然滚 哎 出来 这法也不灵啊 他那意思呢 瞎唷瞎唷 瞎唷也不行啊 哎呀 每天用不同的方法来劝 这一眨眼 五六天就过去了 啊 这天又来了 一进门找一五凳 往一坐 啊 媳妇坐在那 这也不是常事啊 啊 你说这一天到晚的 我花这些钱请你来 这玩意是不像个两口子 也让人笑话 你说是不是啊 你说咱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合适看看他 怎么过 该怎么过怎么过 啊 反正有一点你放心 我想了 我也不回娘家 因为他这没法回娘家 家里使过人钱了 自己哥哥欠的账 爹妈的病什么的 用钱了 心说我是回不去 也不能走 他说我是不走 我就在这 哎 好好好 这个太好了 其他的咱们再聊 其他的没什么可聊的 不是 你看这个 好歹咱也是两口子了 是不是啊 啊 你承认不承认 你跟我拜天地了 啊 我承认啊 我都想问问你 这个 你趁这么些钱 你怎么 这么难娶媳妇呢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就长得比较 有个性 我就 这么耿直 是吧 哦 您 没娶过 媳妇啊 娶过呀 当时跟你说嘛 你是 二奶奶嘛 你前面有一大奶奶 哦 大奶奶 怎么死的 哎 二奶奶 你这话可不对啊 她怎么能 不是你这样 不得吓死几个吗 啊 没没死 她没死 她身体好着呢 你想啊 这入洞房 她跟屋里跑一宿 她比你 踢个儿枪 真的 真的 这她 她没死 哦 人在哪呢 后院 后院 后院有一佛堂 她拜完天地之后 她觉得 我是老天爷赏赐给她的 她说 这都是菩萨观照 她到那天 就开始信佛了 天天在后院念佛 她单独有一个跨院 哦 这样 那什么 我得见见大姐啊 对吧 我来这家 我得见见 都得认识认识 哎 八辽 英雄 金国英雄 女中豪杰 对 对对对 一家的人们 你是来人啊 丫鬟们都进来了 大爷 先跟大奶奶说一声 咱家那个天人进口了 二奶奶来了 啊 得拜拜这个大奶奶 你们给归着归着 一会儿这儿 伺候着过去 哎 丫鬟们先出去 啊 就跟大奶奶说 那个 咱家来了 二奶奶了 啊 大奶奶叹口气 哎 受苦受难的人呐 那等着来吧 啊 一会儿请过来吧 哎 有什么二十来分钟 几个丫鬟 打那边 缠着来了 啊 这一瞧 嘿 二奶奶挺好看 大奶奶也挺好看 啊 你不好看 她不要啊 啊 这儿进来的 一进门 丫鬟给引进 这咱们家大娘 哦 姐姐在上 受小妹大礼参拜 飘飘万福 这赶紧掺 哎呀呀呀 你可别这样啊 那个 辛苦你了啊 怎么呢 你长成那样 你个那两口子啊 不不不 还是您受累的啊 没有 来坐着坐着坐着 沏茶来 丫鬟给沏茶 啊 这坐着 正说着呢 有打外边 羊子爷进来了 都是我的 俩都是我的啊 也不跟谁显得啊 也进来了啊 旁边有小凳 坐在这啊 看着俩媳妇 这俩人没人搭理他啊 俩人对俩聊天 哎呀 您这儿念经了 在佛堂 是啊 我在娘家的时候 都念经 我妈信佛 你看 每天这儿也挺好 清心寡欲 聊此一生 平时也没什么人来聊天了 这回你来了更好了 有时间你多过来吧 咱们姐妹一块聊天吧 哎 我家里就一哥哥 其实一直盼着有个姐姐 今天瞧见您了 觉得特别亲 您就跟我的亲姐姐一样 姐姐转上 我从师一礼 啊 站起来又行个礼 哎呦 妹妹你快坐快坐 家无常理 没这么些事 嗯 那个姐姐 我有一言不知 当讲不当讲 哎哟 你说吧 妹妹 我也想跟您一起念 大奶奶愣了一下 回头看看 杨特爷 杨特爷坐在这儿 点点头 好啊 妹妹愿意就好 啊 这个后院啊 很宽敞 好几间闲房了 你要愿意 就给你收入出一间来吧 好嘞 姐姐 从今往后 我跟您相依为命 咱们姐俩就住在后院 谁敢来 天乱来 我就死给他看 好的好的 来 你们去帮着铺那个床啊 收拾东西 准备 哎 丫头们干活 大爷站起来了 你们早休息啊 心说我这是送货上门 这俩钱花的 俩媳妇都归在后院了 回来自个儿 坐在客厅这儿 眼泪都快下来了 怎么这日子 都这么难呢 管家站在旁边看着 管家心说 那你那日子 就得这么难 得劝呢 拿人钱呢 大爷 您别太难过了 这个有句话说得好 一货找一主 严捡地出拉拉股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 不是我没念过书 我不知道 就说属于您的那个 那个还没到呢 还没到呢 是不是让人给倒了啊 您这倒垃圾倒土呢 什么叫倒了 快倒了吧 你给我撒吗去吧 你去问去吧 我一定 我一定要娶媳妇 因为我 大爷 我这一表人才 我 哎 您出去了啊 是我知道了 大爷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听不了他的废话 出去给他找去 反正本地 不好找 为什么呢 人的名 竖着影 知名度太高 谁家一哄孩子 睡觉 睡不睡 不睡 杨大美来了 孩子就睡了 是吗 俩人做买面 我这笔战果 亏心出门碰见杨大美 都拿着启示 本地你跟谁一说 您闺女家 当时就急了 就打起来了 知道吗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啊 哎 这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 来了这么一个官 有打京城出了 王的人 这个王的人呢 在朝里边 犯了点错 皇上还不错 也没有过分的追究 最后呢 把这官给他贬了 但是还赏给他 一百亩良田 说你啊 念在为皇家 也曾经有功 回家务农吧 就算一个平稳落地 给了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就回来了 回来他是荆州人 王的人荆州人 回来是带着家眷 撒媳妇 一个大太太 还有两房小妾 两房小妾 一个姓周 一个呢 姓吴 大媳妇 岁数大一点 这俩呢 很年轻 很好看 但是回来之后呢 这个日子就过不了了 因为他在京城的时候呢 这俩太太分别在外边居住 他跟这个大太太 在府里边 外边单独 有这么两处房 周氏和吴氏 一人一个地 他呢 有时闲着呢 他就过去 上那两家去 但是 你这 贬了官回家来 是在一个地过日子 这仨媳妇 在一个院里边 这日子就难了 尤其是这个 大媳妇 在京城 眼不见 心不烦还行 这回来了 天天在一个屋里边 低头不见 抬头见 这也不行 而且这个大太太 脾气大 就跟着老爷说了 想当年你落魄 我跟你在一块 京城这些年 你这又娶了小的 我也没有说别的 现在你岁数越来越大了 而且官呢 也给贬了 咱们回来 我就是为了跟你好好地过日子 你跟前还弄俩要求 我早晚得气死 所以说这俩 不能留 这个老爷呢 还有点怕太 怎么办呢 不能留就不留吧 不留呢 就都把这俩卖了 那个年头是允许的 就找人 给说说吧 有没有好人家 我们这个 两位姨奶奶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 咱别说买 有愿意取就没有 这个风 就放出去了 但是呢 大人说了这么句话 这个人家 不能太穷 我这俩太太 跟着我这么长时间了 不管说 吃也好 穿也好啊 反正够瞧的 你让他跟这个 普通人家 以后吃不上 喝不上 我心里受不了 要想取 得在地方上 有点样 你这一下 这个门槛就高了 就不是谁都能来了 到最后 就有两位提亲的 一位呢 本地有一个好秀才 这秀才姓好 小伙子文质彬彬 这个原来有个媳妇 媳妇得病死了 一直呢 也没再续 后来家里人就劝他 说你得找 他说我找什么样 我这个啊 媳妇死了 还留下一个孩子 我这样的 我也不愿意找了 就凑合着吧 可家里人一直说 你得找不找不行 有这么一茬呢 就替他来说这事来了 一说念书人好秀才 王大人还挺高兴 哎好 念书的好 挺好挺好 他算一个吧 算一个 哎 二一个来提亲的 就是这杨子爷了 管家给找他 我们地方上首富 老爷高兴 首富太棒 有钱呢 这是当地的绅士 一问这岁数 岁数也没多大 老爷更开心了 对得起我这个太太 这俩人是没问题的 他就是忘了一件事 应该见见你这俩人 王老爷说 那就同意了 行吧 我呀 我说你们来花轿 把人抬走 留不留花红彩礼 我其实都不要 拿出一份钱来 钱到这儿 让这俩太太带着钱 还走 就是完了 一个新事就完了 然后你们花轿来抬人 我不见 为什么呢 心里难受啊 我的人来叫抬走了 我也不见 就是管家 你们看看 差不多就行 就这两家呗 一个是好秀才 一个是杨才主 这个俩人 这俩太太 你们就抬走吧 抬走 就是好好过日子 别委屈了他 我不见这个人 这个事就说好了 这回来之后 跟俩太太也说了 这个吴氏和周氏 跟吴氏说 那个有人看上您了 哎 我就这个命 谁看上我 有个好秀才 家里也挺有钱的 媳妇死了 留一孩子 家里挺好 口碑特别好 您嫁给他得了 那行吧 老爷同意了 我们也不说别的 在这天天地 吃这个瞪眼的饭 大奶奶天天天看着 我们跟仇人似的 那得了 这说完了 又说这周氏 给您道喜 有人瞧着您了 换个人家 谁去 哎呀 我家姓杨的 姓杨的 哦干嘛的 本地首富 哦有钱 有钱挺好 是啊 这一说旁边 有丫鬟 那丫鬟是本地的 周氏很聪明 乐不应该啊 敢等没人了 叫过来 你跟我说实话 您乐什么呀 您嫁人了 我替您高兴 少了这套 啊 那个乐不是好乐 必有原因 你跟我说实话 不是我打你 哎呦 奶奶您别打我 哎呦 我跟您说 说实话 小孩就说了 那个长得什么什么什么样 他其实没看过 他没见过 他架不住传说呀 他这一形容啊 在原基础上 又寒沉石碑 他说完了 周氏就傻了 这还不如给我扔到荒郊野外喂狼去呢 这不是嫁给妖精了吗 别扭一宿 赶等转过天来 上午啊 杨家这花轿就到 要前来迎娶 那 花轿到这 就准备准备 跟老爷说 老爷说 他我别见了 你们去吧 把人接出来 气转衣服 收拾收拾 上轿走吧 哎 丫头们进来 进来就傻了 周氏夫人上吊身亡 别扭一宿 这玩意能嫁过去吗 我不活着了吧 气性大 悬梁自尽 人家挂着了 赶紧跟老爷说 老爷 坏了 奶奶上吊 哎呦 哎呀 丑死 赶紧泄下来 人都凉了 这算完了 这怎么办 买棺材呗赶紧呗 说门口还有花轿呢 等着 哎呀 这怎么办 啊 下来人说 大人 这不能跟人说呀 说咱家上吊死人 传说不好听了 他也是地方的首富 那怎么办 您把那个 无事奶奶给他吧 啊 行行行 哪个都一样 给掺出来 掺出来吧 气了 就把这无事掺出来了 奶奶花轿来了 哦 秀才接我来了 啊 可秀了 送上轿子 抬走了 这儿回过头来 买棺材 怎么装这个人 怎么买 那就不重要 这趁花轿刚走 好秀才 花轿到门 啊 这儿一进门啊 这家的管家迎出来了 好秀才您来了 来了来了 哈哈哈哈 你看我来的是时候 是时候 是时候 把新人请出来吧 请不出来了 怎么请不出来了 埋了 不是我接走吗 您接不走了 凉了 那这么回事 上吊死了 也没跟人家说那么细致 反正就这点事 哎呦 好秀才觉得 哎呀 还挺惆怅 你看这事闹的啊 我这 这么些人做工作 终于同意要娶媳妇了 来了 哎呀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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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倒了吧 啊 那跟大人说一声吧 我回去了 带着空轿子 又回去了 装着无视夫人这个轿子 就来到了 阳家 啊 没有别的 坐在那儿呗 带着盖头 啊 又打外边 新人又进来了 哎呀 你接这玩儿啊 饭好啊 不怕晚 啊 太棒了 今天又娶媳妇了啊 嗯 我这是有了三方夫人 啊 那俩呀 老佛爷替我看着呢 这个呀 我自个儿看着 谁也不给啊 谁也不给 嗯 到这儿了 没赶过去 掀着盖头 来人呢 俩丫鬟站着 大爷 掀盖头 大爷要看一看 嗯 是 俩丫鬟 大爷真掀吗 废话 这还等什么时候 啊 那个 媳妇啊 那个我来了啊 哎 咱们得 见见面了 俩丫鬟 啪 一撩着盖头 把这盖头 往床上一放 一边一个 扶着胳膊 又怕他窜起来呀 又怕他躺过去 啊 把这人 镖住了啊 这个 吴氏呢 一直很害羞 怎么呢 哎 心里边这个滋味的不一样 百感交集 心里说这叫什么事 就希望这家对我好 打进来觉得 这屋子不赖 说明家里边日子过得好 其实这也行啊 我也省得受罪 你像我这样的人 有人要我就行了 知足吧 啊 这一说进来了呢 啊 打刚才就闻着味有点不对 自己还纳闷 什么味啊 啊 也不好意思多问呢 刚来啊 这一到时候呢 很感慨 感慨就是 周氏姐姐上吊死了 啊 哎 想不到的事情 人这一辈子真是的 啊 坐在这 这会儿工夫说 掀盖头 一掀盖头 很害羞 啊 掀完了 两边的丫鬟扶着他 自我还说呢 你看他们家啊 规矩真大 扶着我 嗯 嗯 慢慢地抬头撩眼皮 要看看自己的丈夫 就愣了 啊 半天没说出话了 看看俩丫鬟 俩丫鬟 怎么呢 没什么可说的 那个意思 你做着看看吧 就愣了 一推着俩丫鬟 站起来 这屋里这几个人啊 连杨子爷都跳大门钩 英雄 很淡定 很淡定啊 很淡定啊 所以说这没事 才看他往前走 敢奔前面去 站在那 就觉得愣了一下 眼圈就红了 周氏姐姐是你冤魂不散 他以为那鬼来了呢 是你冤魂不散 啊 大爷起来了 什么啊 这是 我是你的丈夫 哎呦 好家伙 阿朗一嗓子呀 啊 可是这屋跑开了 俩丫头 我说什么来着 这几个人跟屋里面围着桌子 围着大好家伙 这趟跑啊 跑到最后实在是跑不动了 坐在那儿了 哎呀 这结婚是个利器活啊 坐在那儿了 杨子爷当然是跑不了几步 他腿有问题 一看媳妇不跑了 那个媳妇啊 你这个状态 我多少瞧出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 谢谢啊 但是我倒是也不吃惊 因为你也不是头一个了 你是咱家第三位 你前面有俩姐姐 人呢 在后院佛堂呢 后院还有闲房 你要不要打扫出一间来 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走咱去吧 行了 甭问了 到那儿你就明白了 丫鬟也不敢乐 掺着 奔后边 大后院一瞧 人家姐俩正聊天呢 说的可开心呢 杨子爷先进来了 二位太太 给您二位道喜 什么事啊 咱家天人进口了 我又取一个来 又来一个 吓着人家了吗 不至于 像你们说的 我自己照镜子看 我还吓一跳呢 那个 来快来 三奶奶快来 打外边 三奶奶进来 三奶奶岁数稍微大一点 而且你想啊 以前在人家关坏 人家待过啊 所以说也算是见过世面 来了之后 先行礼啊 这俩赶紧的还礼 坐那儿吧 仨人坐那儿了 聊闲天呗 一说这事 说完之后 三奶奶乐了 好好好 我也跟你们一块 好不好 咱们哪 这个好好的念经 好好的修炼 大家去吧 去该忙忙你的去 去出去 还接着找媳妇去吧 快去吧 我们这不用人照顾 我用人照顾 出去了 他跟着难受 你别说 后院这姐仨 很和谐 也说得上来话 光一个人他难受 仨人聚的一块 也不是老坐那儿念经啊 早晨起来念经 晚上念经 该磕头磕头 没事 仨人坐这一块 说说绣花的 说说热 聊聊家常 日子过得还挺好 这一天呢 大奶奶提出来了 这个名 十五啊 我说出去 上咱们门口 有一个博弈二 去上香去 你们今儿俩有心气吗 好啊 好啊 咱们 咱们一块去 连散散心呢 好好好 那让人准备吧 明天咱们就去 咱们上庙里边烧香去 老在家里念不行 得上正经庙里边去 好嘞好嘞好嘞 这跟管子一说 跟丫鬟们都说了 准备一切应用之物 跟你们大爷说一声啊 我们那个上香去了 大爷倒是不往心里去 去呗 仨人也没有什么 也怨号的 在家里念跟外面念 没什么区别 那去吧 去吧 转过前来 清晨起来 收拾好了 这一大帮丫鬟 伺候着 三乘花轿 大奶奶 二奶奶 三奶奶 奔伯一二 降香 来到这了 早就知道了 说要来 这个首富啊 首富的三房太太都来了 老尼姑 小尼姑 出了好几十人 出来接来 为什么呢 这二人到这来 他有香火钱呢 他给的也多呀 哎哟 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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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奶奶里边请吧 请进来 大殿上香 禅房 带茶 吃点心 领着前后院的一逛 今儿仨很开心 他在屋里老待着 他闷得很 这一出来挺高兴的 带着您几位逛光庙吧 来来来 三位奶奶 随老尼前来 老尼姑这领着 这仨太太 跟着后边转 前院转过来 奔后院 打后院这么一走 迎面来人了 正当中呢 是前些日子迎亲那好秀才 好秀才呢 有俩表弟 这俩表弟双胞胎 是打外地来的 找表哥来 逛逛庙 逛逛古迹 这儿逛那儿逛 今儿个 哥儿仨 打这儿来 哥儿仨这么一来 走一对脸 好秀才就愣了 对过这是谁 这是大户人家 愣了 说咱们要回避一下 刚要回避 老尼姑 好秀才您在这儿呢 因为来的时候 打了个招呼 但紧跟着 仨太太来了 就没过得照顾 哎呦 你这两位少爷 这是我两个表弟 仨人过来赶紧行礼 这边仨太太看着 这仨小小子 那俩双胞胎 长得很精神 好秀才呢 念书人 书生气质 仨人站在一块 好看 这个大奶奶 回头还问老尼姑 这是谁呀 哎这个 我们这是好秀才 好秀才带着这个 俩表弟 也上这逛庙来 好秀才 有名 太太没了 带一孩子 旁边站着这三奶奶 这就是那好秀才 噔噜一下子 想起来了 我记得当叔叔 把我嫁给好秀才了 怎么会抬着 杨子爷家里来了 他冲啊 你想想 他当过官太太 哎 你是那好秀才呀 秀才啥了 怎么您的 你是不是那好秀才 是啊 媳妇死了 生一孩子 是啊 这位夫人 噔你真坑人 你怎么坑人了 你不是说娶我吗 我跟着王大人 打京城来 到这儿来 说娶我 结果怎么没来 你不是死了吗 不 你 哎呦喂 我跟周氏姐姐 我们俩 周氏姐姐上吊了 把她买了 我没死 结果杨子来叫来得早 给我抬走了 我是应该跟你两口子的 嗨 哎呀 就你瞧我这个命 你的命怎么了 我问你 现在我要跟你 你还要我不要 不是 你已经嫁人了 嗨呀 你是不了解我们家的事 知道吗 不光是我 他们俩也是嫁过去的 我们姐仨嫁一个人 但是就落一个名义上是嫁 但实际上我们跟着没睡觉 啊 哎 这 我是个念书人 这个事情 哎呦 念书人哪 就是废物 得了 别费那劲了 我们姐仨嫁 你们哥仨干不干 这哥仨就愣了 这旁边一对双胞胎 也是俩念书人 表哥 这表哥也没有经过这个事情啊 你们 你们 你们看这个事呢 听哥哥的 那 那就这样吧 他家也有钱啊 一说这样 这景仨 那可以啊 那咱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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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跟着就过去了 老尼姑站着 这叫什么事啊 怎么上我们这 就这仨取那仨了 哎呀 那咱们也管不了了 出后门 这一帮人 走了 前面这管就还等着呢 一会尼姑出 您回去说一事 对吧 仨奶奶结婚了 赶紧往回跑 大爷大爷大爷 给您倒戏 戏从何来 仨奶奶都结婚了 混账 不是嫁的我吗 不是 又结婚了 啊 怎么回事 把事一说 好 杨子爷眼泪哗哗的 那都怎么办呢 我这个 我这仨都跑了 管家说您别着急 这个 以后一定会有一个 嫁给您的 您记得不记得 有一副对联 就说这个事 什么对您 说这个明天好比 七月七 顺鸟架了外国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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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